楼梯上警方押送一名又一名的嫌犯 队伍排得好长 这些人通通都是博弈集团的成员 刑事局透过长期的跟肩搜证 终于侦破位于台北市的赌博客服机房 博弈集团藏身于内湖科技园区 总共经营了五个娱乐城网站 提供线上客服服务 根据警方调查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下注金额居然超过一千两百亿 相当惊人 警方当场查扣了69组电脑主机 22只手机以及一台平板电脑 并查获31名嫌犯 根据了解 嫌犯透过求职平台 以高薪招募大量年轻人入职 扩大集团成员 并申请扣押银行账户800万 及房地产一处 全案一赌博罪移送侦办 警方一次逮捕31人 其中中国籍的理性主贤挂名总经理 妻子则是副总经理 选择内湖科技园区犯案 假装是科技公司 实际上进行赌博事业 警方将部罚人士一网打进 移送法办 东三新闻社会中心报导